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20章 业绩评价 这也是全教材的最后一章 学到现在 朋友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小激动 是的 朋友们再坚持一下 再咬咬牙 再多多讲 我们就可以顺利结束第一阶段的学习 第20章 它的特点非常的鲜明 那是内容不多 全教材内容最少的一章 做就是20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 它的考评分析 本章属于非重点章节 主要的考点有如下的三个 第一个是关键绩效指标法 第二个是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和计算 第三个是平衡基本卡 从另一样的考试情况来看 这一章主要是以客观体的形式与考核 偶有主观体 如果说这一章非得出主观体的话 它的一个基本套路和其他章节进去结合 在这道计算分析题或者中组题当中 体现一个小问或两个小问 考一考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结论 那仅此而已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章 整体的支持框架 总体来说 第20章分析了四个小节 第一节是财务业绩评价 与非财务业绩评价 注意一下它们的优点 它们的缺点 第二节是关键计较指标法 关键计较指标法要注意一下它的运用 三大块 还要注意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 第三节是我们的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需要我们有所理解 好 对于经济增加值这块来讲 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经济增加值它的一些 基本概念和种类 在这一部分 二二年的教材 是有所变化的 2021年就期以前的教材 我们经济增加值介绍了四大类 分别是基本的 披露的 真实的 特殊的 来到二二年的教材 直接删掉了两类 好事 我们把真实的和特殊的直接删掉 所以现在只剩下基本的和披露的 这两类经济增加值 好 这第一个问题 它的基本概念 它的一个种类要注意区分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对于简化的经济增加值 它的计算 这学习们有所把握 我们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有相关的例题 这学习们重点关注 那么最后呢 是关于经济增加值 评价的优点和区点 这是第三个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节 第三节啊 在我们第二十章当中 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一个重点小节 那么第四节呢 写下来评论计分卡 对于评论计分卡来说 要注意如下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 那是评论计分卡 我们写下来四个纬度 这四个纬度是哪四个纬度 它们的评价指标 分门别类要搞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于平衡计分卡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 要有所认识 我们在后面啊 有一个图 是吧 那个图啊 给我们要有所熟悉 那么第三个呢 那是平衡计分卡 和传统的业绩评价系统 它们的区别怎么样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二十章 同学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接下来我们看具体内容的学习 首先是第一节 财务业绩评价 与非财务业绩评价 实际上我们前面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 都在进行财务业绩评价 对于非财务业绩评价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来 看下面这个表 对于财务业绩评价 根据财务信息来评价管理者的业绩 那么财务指标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净利润 比如说我们的资产报酬率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增加值等等等等 经济增加值是个新概念 别着急 我们第三节详细了一个解释 那么对于财务业绩评价来说 它的优点缺点怎么样 稍微一过 好 对于财务业绩评价 我们往往是基于财务报表 从财务报表当中取数据 那么基于此 它就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 从会计系统当中取得数据 操作简便 易于理解 应用广泛 好 这是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也来源于 从会计系统当中取数据 为啥呢 道理很简单 会计系统当中的数据 都是反映过去 反映过去起来一个真实业务 那现在我们需要面向未来 所以 它的缺点之一 无法反映企业的长期努力 对企业来说 可能做出一个决策 影响后面的好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 但现在 我们仅仅基于过去的财务报表 来进行最终的判定 所以无法反映企业的长期努力 并且 只注重结果 而忽略改善的过程 说这个利润 利润今年为啥是负的呢 好了 就注重这个结果 就分析这个结果 而其实 我们今年 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很有可能 未来几年 因为今年的投资 发展得非常不错 对吧 而财务业绩评价 这些都没有得到供应的反应 第三个 会计数据 可能无法供应的反映 真实的业绩 好了 这是财务业绩评价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要关注 下面 非财务业绩评价 非财务业绩评价 根据非财务信息指标 来评价管理者的业绩 包括哪些呢 市场份额 关键客户订单量 顾客满意度 等等等等 这些啊 都不涉及到财务指标 它的优点 正是长远的业绩 体现外部对企业的整体评价 那么 避免财务业绩评价 重过去 短视的不足 财务业绩评价 那就是 回顾过去 目光短浅 没有体现企业的一种长远发展 它的缺点 指标比较主观 收集相对困难 可靠性 难以保证 好了 这是财务业绩评价 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来 看下面这道题 这道题 单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财务业绩评价 与非财务业绩评价 特点的描述当中 不正确的事 选择A 非财务业绩评价 注重长远的业绩 财务业绩评价 注重短期的业绩 正确 好 非财务业绩评价 我们的市场份额 客户满意度等等等等 为后续的发展 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而财务业绩评价 只关注过去几年的 一个财务数据 相比 财务业绩评价 注重财务结果 而非财务业绩评价 注重过程的改善 正确 第一 财务业绩评价 最终我们一看 哎呦 这个利益准为负 所以板子觉得高高的 要打板子 那么 没有考虑到 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在萎缩 新冠疫情下 餐饮业不好干了 是吧 而非财务业绩评价 就会考虑这些客观的因素 特别注重 过程的改善 选项C 财务业绩评价和非财务业绩评价 它的数据收集都比较困难 错误 对于财务业绩评价 数据收集相对容易 对于非财务业绩评价 数据收集比较困难 选项D 财务业绩评价比非财务业绩评价 更能反映综合的经营成果 完全正序 经营成果说的是已经完成的 我们经营活动当中 所最终产生的一种成果 那不在我们的例证表当中 有体现吗 所以 财务业绩评价 更注重结果 而轻这个过程 这件答案 选C 好了 谈到这儿 我们的第一集也就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集 第二集 关键绩效指标法 对于这集来讲 这有三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应用 第三个它的优点 区点 我们首先看一下 关键绩效指标法 它的含义 看下面两段话 第一段话 关键绩效指标法 是基于企业的战略目标 通过建立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将价值创造活动 与战略规划目标 有效的联系 并进行业绩管理的方法 所以 根据它的含义 我们得到如下的两个结论 第一个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建立 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这时候需要干的活 其次 要基于战略目标 然后将价值创造活动 与战略规划目标 有效的联系起来 好了 这个含义 这个概念 简单一看就行了 看下面 关键绩效指标 是对企业的绩效产生 关键影响力的指标 是通过对企业的战略目标 关键成功领域的一个 绩效特征来进行分析 识别和体验出 最能有效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指标 关键指标很重要 是吧 我们需要确定它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两道话 朋友们简单一看就行了 下面 看一下关键绩效指标法 它的应用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分为三大步 第一步 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好 这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 那么第二步 设定关键绩效指标的权重 有了这个体系以后 那么 涉及了具体的评价指标 哪些更重要 哪些呢 稍微试试 最后来设定 关键绩效指标的一个目标值 到底怎么样 好了 主要涉及了这三大块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分为企业级关键绩效指标 所属单位部门级关键绩效指标 和岗位员工级关键绩效指标 现在呢 那还是稍微关注一下啊 企业级 部门级 还有员工级 好 下面 涉及到这些指标的类别 有结果类 有动营类 这需要他们记一下 那么结果类 投资报酬率 权益净利率 经济增加持 稀税显利润 自由现金流量 这是结果类指标 那么动营类呢 动营类 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才产生上面的结果 比如说资本支出 因为有了投资 所以我们的自由现金流量 才会变化 因为有了投资 我们的投资报酬率 才会变化 那么动营类 资本支出 单位生产成本 产量 销量 客户满意度 等等等等 好了 这两者要注意区分 好 接下来第二步 设定关键绩效指标的一个权重 权重的分配 应当于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 反映被评价对象 对企业价值贡献 或者知识的程度 以及各指标之间的一个重要性的水平 咱简单一看 最后呢 设定关键绩效指标的一个目标是 参考国家有关部门 或者权威机构发布的行业标准 或者参考竞争对手标准 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 参照企业内部标准 包括企业的战略目标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目标 年度预设目标 历年指标水平等 好 这是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 对外看 看行业 看权威部门发布的 第二个呢 对内看 看我们自身的战略目标 自身的战略发展到底怎么样 第三个 不能按照前面两种方法确定的 可以根据企业的历史经验 来进行确定 根据企业的历史经验词 来进行确定 好了 这是设定关键绩效指标的目标词 一二三 好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单项选择题 到底二二一年的考题 刚刚过去这一年的考题 其关键绩效指标 分为结果类和动因类 两类指标 下类属于结果类指标的右 单位辩论成本 这一定是动因类 为啥呢 因为单位辩论成本的变化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利益顺的变化 会导致投资报处率的变化 等等等等 资本性支出呢 那动因类 动因类 为啥 因为有了长期的投资 所以我们的利润才变化 我们的自由现金流量才变化 动因类 选C 客户满意度 这是动因类 因为客户很满意 所以客户就常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利润就增加 对吧 动因类 选案例 自由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 这是结果类 所以这要提议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D 好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键绩效指标法 它的特点 优点 缺点 看下面这个表 首先它的优点 优点有三个 第一个 使企业业绩评价 与战略目标紧密联系 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个 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模式 把握关键价值驱动因素 能够有效地实现企业的 价值增值的目标 第三个 评价指标相对较长 利于理解和使用 实施成本相对较低 有利于黑广实施 那么我们主要找 关键技巧指标 它的缺点 关键技巧指标的选取 需要透彻理解企业 价值创造模式和战略目标 有效识别核心业务的流程 和关键价值的驱动因素 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当 会导致错误的价值导向 和管理趋势 好了 优点 缺点 咱简单一看 按行了 在这个地方 二二一年 那可是考了主观题了 来 我们看下面 得到多选题 现在关于关键技巧指标法特点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 选项A 实施企业业绩评价与企业的战略目标 密切相关 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完全正确 好 选项B 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模式 把握关键价值驱动因素 能够有效地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的目标 也正确 选项C 评价指标数量相对较少 易于理解和使用 实质成本相对较低 有利于推广 没问题 选项B 关键技巧指标法 有利于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和管理错误 如果说这个指标体系建立不当 有可能导致错误的价值导向 和错误的管理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选择选项A B和C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计算分析题 这道题目是去年的一道题目 九分的题目 大家可以看 哎呀 这道计算分析题 在我们的第二十章 这可完蛋了 实际上 对这道题目来说 是前面的第五章和第二十章的结合 九分的题目 我们的第二十章 最多也就占两分 五个小问 它最多也就体现一个小问 所以我们前面 第五章第一篇 那才是基础啊 好 小公司打算投资一个新项目 供需筹持五千万 其中将银行借款2500万 年利率6.6% 另外2500万 通过发行普通股来进行筹措 筹集了资金 用来购买一台驾驶 四千万元的设备 没有产值 则就迎现为四年 好 都没看 你又没有告诉其他条件 所以我们就用平均年限法来具体折就 每年具体的折就 你掐着一算 那一千万 另外呢 还需要在开始的时候 投入营运资金一千万 用我们投入营运资本 对营运资本的投入 那一定是前面投后面收啊 项目结束了 收与收回 上述资金在2021年年末一次性的投入 那么项目持续周期为四年 所以你一看 筹集的这五千万全都花完了 拿了四千万买了设备 拿了一千万 作为营运资本投入了 该项目活动从2022年开始执行 预计每年产生的营业收入四千万 复现变动成本一千四百四十万 复现的固定成本是六百万 注意 在这个地方告诉的成本 那是复现成本 那请问 对于成本来说 就没有了吗 除了这两项成本之外 还有吗 还有啊 我们固定资产的折就啊 那也是成本 王家找 股东给管理层制定的 关键绩效指标 考核标准 是每年的权益净利 净利润再次有个期末股东权益 不低于20% 你同意看 这个地方 关键绩效指标了 那实际上 所选择的这个指标 权益净利润 是不是我们前面第二章 就曾经学过呀 不要怕 别着急 往下走 2020年投资前 期末的股东权益 是2.4个亿 小公司如果不投资这个新项目 二年净利润是 6000万 那请问同学们 根据这两个数据 根据这两个数据 你能不能计算得出 2022年年末 它的一个股东权益啊 可不可以 可以 为啥呢 同学们一看 这个净利润全部予以留存 所以如果说没有投资这个新项目 2022年年末 它的股东权益 应该是年初到2.4个亿 再加上 我们二年产生的净利润 6000万 潜力条件 我们不考虑 新的投资项目 假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 相对于税后 在我资本成本的风险溢价 为4.1% 所得税税率 25% 所以股权资本成本的确定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用前面第四章 股权资本成本确定的第三种方法 债券税率 风险调整模型 对吧 好 接下来看它的要求 它的要求 5个要求 总共9分 第一个要求 计算假公司新项目的股权资本成本 和加取平均资本成本 这考核的是第一篇的第四章 关于失本成本的一个确定 第二个小问 将新项目的增量现金容量 来进行填表 并回答是否值得投资 填下面这个表 这完全是前面 第五章项目决策的一个考核 第三个要求 分别计算 投资新项目和不投资新项目 它的权益净利力 回答管理层 是否应该投资新项目 理由是什么 要计算这个指标 实际上 从前面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和相关内容 第四个 交二和三的结果来回答 甲公司的股东 是否应该以权益净利力 作为关键计料指标 理由是什么 同学一看 在这个地方 是否应该作为关键计料指标 同学一想 哎呦 这不是考我们的第二十章吗 其实不是 第四个小问 依然考察的是第五章 关于项目的决策 那么你用权益净利力 进行项目的一个判定 行不行呢 所以它和第二十章 依然没有半抹钱的关系 真正和咱们第二十章有关系的 是第五个问 回答关键绩效指标法 它的优点缺点 这考的是第二十章 所以你看到这道题 虽然是道计算分析题 但是我们细致的语书理 第一个小问考第十章 第二个小问考第五章 第三个小问考第二章 第四个小问考第五章 第五个小问考第二十章 跨章节吗 当然跨章节 来我们看一下 每个小问应该如何确定 首先第一个小问 计算甲公司新项目的 股权资本成本和 加选平均资本成本 好了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新项目 所以原有的资本 咱就别关注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股权资本成本 股权资本成本 在念题的时候 我就曾经说过 我们用的是 第十章股权资本成本 确定的第三种方法 什么方法 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那你看 在这个地方直接告诉 股权资本成本 是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相对于税后债务资本成本来说 风险溢价为4.1% 所以 你要找到 税后的债务资本成本 那你一看 确定银行借钱 严历率6.6% 这不就是税前的吗 6.6% 6.6% 乘以1减25% 这就是税后的债务资本成本 再加上 风险溢价 4.1% 这就是 股权资本成本 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 9.05% 等于 9.05% 再往下走 下面就算加选平均 加选平均 这就比较容易了 你看 筹集资金5000万 一半去借钱 一半发行的是普通股 所以 50%的这部分 是债务 它的资本成本 6.6 乘以1减25% 是吧 这是债务的这部分 股权的这部分呢 来 50% 再乘以刚刚我们算出来的 9.05% 这两者相加 加选平均资本成本 这不就OK了吗 算出来7% 朋友们一算到7% 哎 踏实了 这是第一个小问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 第二个问 填比 哎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表 对于下面这个表来说 比起我们前面的第五章那些表格 哎 我这个表 简单的太多太多了 当然在考场上 有的同学啊 受到这么一个表述的干扰 是吧 将新项目的增量 现金流量 这是增量 针对于谁的增量啊 所谓的这个增量 指的就是 你只需要考虑新项目 和新项目无关的 什么原来的 一点别考虑 就考虑这一个新项目 对这个新项目来进行决策 好了 我们把这个表填列完毕 首先看第一个条件 他说啊 筹集资金五千万 这怎么多的花出去啊 怎么花 固定资产的投资 我们花了四千万 营运资金的一个电资 我们投了一千万 所以这个地方 固定资产的投资 四千万 营运资金 电资一千万 这样就完了吗 这样就完蛋了 为啥呢 我们现在 填列的是现金流量表 所以前面 现金流出 现金流出 第一级错误不要犯 阴沟里面别翻船呢 好了 前面有电子的营运资金 后面就有回收的营运资金 那么四年以后 营运资金回收 好 营运资金回收 回收到多少 回收了一千万 这我前面一定是正号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步 把最开始 投资建策期 和最后电子的营运资金的回收 来确定出来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一看 在这个地方 税后营业收入 税后复原成本 还有折旧底税 对于这三者来说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营业期 这个项目在营业期 它的现金流量 营业期的现金流量 我们确定为营业现金流量 好 请问同学们 营业现金流量 它的计算公式 你还记得吗 有的人说记不住了 好久之前学的 你应该记得住 非常重要 特别重要 营业现金流量 它的计算公式 有三个 对吧 大家同学们 还记得这三个吗 第一个 收入 减负现 减所得税 第二个 税后经营金利润 再加非负现 第三个 税后收入 减税后负现 加非负现的底税 你看 税后收入 减税后负现 再加非负现的底税 这不就是 我们这个三个指标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用的是 公式三 把营业期限量 给它算出来 好了 把前面的相关资料 放过来 我们说 预计每年产生的营业收入 是四千万 所得税税率 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 税后营业收入 四千万乘以一减 百分之二十五 你掐着一算 三千万 三千万 后面两年 我不写了 都一样 下面 负现成本 负现成本 它一分而二 首先是负现变动 1440 然后呢 负现固定是600 所以 我们的税后负现 应该是1440 再加上600 再乘以 0.75 好了 这四个空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这呢 是折旧底税 折旧收到场 刚才念提的时候 情不自禁 把折旧都算出来了 对于折旧来说 那么就是 固定资产得折旧吗 又没有禅止 折旧年限又是四年 是吧 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平均年限法 继续折旧 每年一千万 一千万乘以25% 所以折旧底税 每年250万 好了 这算出来 那么接下来 就没有其他四项了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项目很简单 首先这个地方 是投资建筑期 固定资产的投入 营运资金的电资 然后呢 我们的终结点 终结点 是电资营运资金的回收 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由于期末无产值 也没有抵税 纳税的相关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对于终结点 就持有电资营运资金 而其他的 用方框框写的这一部分 那是典型的 营业现金流量的确定 公式三 税货收入减 税货付现 加非付现的抵税 那行了 三个时期搞定 简单吗 哎呦 比我们前面的第五章 不知道简单到哪去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每个时点一汇总 它的现金金流量 就出来了 有了这个现金金流量 前面 第一个小问 居然说 项目的这么成本7% 所以我们就用7% 作为折线率 把折线系数 在计考系统当中 你把那个表啊 一点开 咔嚓一下一点开 爬出来 填了这儿来 这啥 这是我们 负利现值系数 有了这个负利现值系数 在乘以前面的 现金流量 现金金流量的现实 把这些参数全部一相加 现值全部一相加 得到项目的净现值 1588.88万 呦 88.88 好啊 这个数字很吉利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 分别计算投资新项目 和不投资新项目 它的权益净利 好 然后呢 回答是否应该投资新项目 理由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计算一下 投资新项目 它的一个权益净利 在这个地方啊 你不要想这个分母 七书七末平均的事 因为题目就直接告诉你 分母就用七末股东权益 好 那同学们一看 如果投资这个新项目以后 我们先要算净利润 然后呢 还要确定 它的股东权益 当然是 2022年年末的股东权益 那么 它的净利润 应该是多少呢 来 同学们一看 营业收入 是4000万 好 那么接下来 负现成本 非负现成本 实际上都是成本的 所以4000万的收入 再减去我们负现的1440 再加上600 这是负现的 再加上非负现 我们固定账的折旧 那1000万的非负现的 好了 这是我们收入 再减去总体的成本 这得到啥 这得到 稀税前利润 我们要计算净利润 还要减利息 还要减所得税 所以再减去 对于新投资项目来说 找银行借款 价了2500万 利率 6.6% 所以 2500万 再乘以6.6% 好了 稀税减利润 减去利息 税前利润 乘以1减25% 这就行了吗 这没有行 为什么没有行呢 因为这仅仅是 投资新项目 它的一个净利润 我们投资新项目以后 那原来的项目 那依然有净利润呢 原来项目的净利润是多少 他说 不投资新项目 那么我们的净利润是6000万 投资了新项目 我们净利润会增加 增加这么多 所以你还要加一个6000万 把原来的净利润 给它加上去 这也是 投资新项目以后 这个企业 2022年 整体的一个净利润 整体的净利润 就这样 算出来了 好了 下面 我们要看一下 2022年年末 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如何搞定呢 你看 2021年的年末 它有2.4个亿 是吧 2.4个亿 再加 再加上 给你们一看 现在面对2022年 我们采取了新的投资项目 我们的整体净利润 是这么多了 这个整体净利润 我们需不需要 发放股利 不需要 全部作为企业流程 所以会增加 我们的股东权益 所以2.4个亿 再加上 65 96.25 那么这就形成了 2022年年末的股东权益吗 哎呀 小心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仔细 这 还不是 2022年 年末的股东权益 为啥呢 你别忘记 我们现在 投资了这个新项目 我们还有 2500万 去发行 普通股 做筹益的 发行普通股 这2500万 注意形成了企业的 一个股东权益 所以基础词 还要加上 2500万 这才是 采用了新项目以后 对于2022年年末 它的股东权益 它的一个整体数 好了 这样 用刚才所计算出来的净利润 再加上 2021年年末的股东权益 再加上 新筹集2500万的股权资本 再加上 2022年 它的一个净利润 这样 投资新项目 权益净利润 搞定 19.93% 那接下来 咱说不投资 这个新项目呢 不投资新项目 这个权益净利润 相对就好算了 因为直接告诉 我们的净利润 是6000万 再除以 年术的时候 股东权益 是2.4个亿 再加上 22年 又有6000万的净利润 一分钱都没发 全都留在企业 新生了股东权益 这样一相处 多少 20% 好了 那现在请问同学们 管理层 最终 做出的决策 是否应该投资新项目 理由是啥 我们如果说投资的新项目 权益净利润 是19.93% 不投资新项目 权益净利润 是20% 并且前面说了 对于股东来说 要求这个权益净利润 不得低于20% 你采取新项目 那不低于20%了吗 所以简直就是 不应该进行投资 因为权益净利润 经过新的项目投资以后 对于股东来讲 不可接触了 接着呢 我们结论在这就有了 好了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问 考的是我们前面的 第二章的相关内容 计算权益净利润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小问 就二和三 结果回答甲公司 股东是否应该 以权益净利润 为关键基础指标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呀 同学们一看 咱们的第二个小问 算出净限值 NCV 它是大于0的 我们的第三个小问 有说不接受 这个项目 为啥不接受呢 因为它的权益净利润 小于了20% 那请问同学们 对一个项目 来进决策的时候 我们 往往看什么指标 我们往往看的指标是 第五章 净限值大于0 限制指数大于1 我们的内涵报酬力 大于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报酬力 所以基因此 二和三 这两个指标 一个说接受 一个说不接受 我们应该 按照第一个指标 按照进限 就是这个指标 所以 我们应该是 要接受这个项目 是吗 既然是这样 那请问 现在甲公司的股东 要求以 悬液净利润 为关键基础指标 对不对 这就不对 我们的关键基础指标 那应该是我们的 净限值 限值指数 内涵报酬力 等等等等 你们想想 我们前面的第五章 有没有用 这个权益净利率 来作为 项目决策的指标 那可真是没有意为 所以 结论就是 不能以权益净利率 作为 关键基础指标 来考核管理层 理由 权益净利率和经验时 决策不一顺 用权益净利率 会使得管理层放弃 进限时 为正的项目 对这个项目来说 我们对它要求的报酬率 是7% 而这个项目 实际我们带来的报酬率 它的内涵报酬率 一定大于7% 这个项目 完全能够增加 股东的财富 完全能够增加企业的价值 那么 你如果说用权益净利率 将做出错误的决策 是吧 将导致错误的价值导向 和管理屈指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小问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第四个小问 还是考察我们的第五章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小问 回答关键基础指标法 它的优点和缺点 对于这个小问来说 它和我们的第20章有联系 来 对于关键基础指标法来讲 它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 能使企业的业绩评价 与企业的战略目标 密切联系 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个 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模式 把握关键价值的驱动因素 能够更有效地实现 企业价值增值目标 好 第二个 能够更有效地实现 企业的价值增值目标 第三个 评价的指标数量相对较差 易于理解和使用 实质成本相对较低 有利于推广实施 易于理解和使用 有利于推广实施 那么在答题的时候 把我画波浪线的写下来 表达出这个意思 就没问题了 它的缺点 关键技巧指标的选取 需要透彻理解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 和战略目标 有效识别企业核心业务流程 和关键价值的驱动因素 好 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当 将会导致 价值导向和管理的一个趋势 你把下面这个拿下来 可以了 好了 这是我们这要题 九分的题目 前面四个小问 至少占了七分 后面这个小问 这里到第二十章 关键技巧指标法 它的优点区点 各位们稍微答一答 那怎么也能够拿一分呢 所以咱们后面这章节 不要成为 各位们学习道路上的 一个主要障碍 这章节 这些相关的内容 咱们简单一看 可以了 好 谈到这儿 我们到第二集 也就学习到此 谢谢大家